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听我来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 他们彼此说 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 我们若说进城去吧 城里有饥荒 必死在那里 若在这里坐着不动 也必是死 来吧 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 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 就活着 若杀我们就死了吧 黄昏的时候 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银盘去 到了银边 不见一人在那里 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 听见车马的声音 是大军的声音 他们就彼此说 这必是以色列王 惠买赫人的诸王 和埃及人的诸王 来攻击我们 所以在黄昏的时候 他们起来逃跑 撇下帐篷 马驴 银盘 照旧只顾逃命 那些长大麻疯的 到了银边 进了帐篷 吃了喝了 且从其中拿出金银 和衣服来 去收藏了 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 从其中拿出财物去 收藏了 那时他们彼此说 我们所做的不好 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 我们尽不作声 若等到天亮 罪必临到我们 来吧 我们与王家报信去 这段故事 它的背景 其实在《猎王记》下的 第六章 也就是亚兰王 变哈达 聚集他的全军 来围困撒玛利亚 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 然后就有饥荒 在饥荒的状况下 一个驴头 只饮八十色克勒 驴头是没有肉可以吃的 一个驴头八十色克勒 两身鸽子粪 只五色克勒 鸽子粪也可以卖钱 我在亚美尼亚的时候 他们用牛粪来烤 烤马铃薯给我们吃 我当时想这是什么礼节 原来那个地方缺乏燃料 我说那不是很臭吗 他们说牛粪是不错的 因为牛是吃素的 吃草的 吃草的粪便是不臭的 拿来当燃料烤 那个马铃薯还香喷喷的 所以我那时候 我很大的惊讶 所以我想这里的鸽子粪 银钢也是拿来多燃料用的 但是两身的鸽子粪 要卖到五色克勒 也就是成理饥荒到这样的程度 以色列王在城门上巡视 看到这些的现象 然后有一个妇人来向王投诉 他说王啊 他说几天前饥荒 那么没东西吃 有一个妇人来跟我说 他说今天你杀了你的儿子 那么煮来吃 那么明天换我杀了我的儿子 我也煮来吃 也分给你吃 好吗 饥荒到这样的程度 所以他们就真的这么做了 他就杀了自己儿子 就煮了分给他吃 可是第二天 应当他杀他儿子的时候 他却跑了 这种人伦的悲剧 饥荒到这种程度 意指而食 吸害而垂 到这种程度 王听见这样的人伦的悲剧 就撕裂的衣服 其实今天我们人生 在某一个阶段里 也有可能 好像撒玛利亚城一样 是如此的绝望 你看到台湾 现在房价高得顶天 年轻人薪水 可能不到三万块钱 但是房价 都是用千万在计算的 所以很多人没有盼望 很多年轻人 看不到生命的希望 他不知道 自己这么努力工作的目的是什么 即使就像这样努力的工作 若是没有父母的帮助 一辈子 大概也很困难 能够买得起房子 所以他们很绝望 我们看到 有很多失业的人 有很多今天烧炭 明天跳楼 后天自杀 每一天打开报纸 都看到这些人伦的悲剧 这个礼拜四 就是前两天 礼拜四 我们做完基耐力 傍晚的时候 我到楼上 要回家 后面下着雨 天已经黑了 我就遇到一个中年人 穿着雨衣 涩缩在门口 他就问我说 这里是教会吗 我说这里是教会啊 我想说什么事吗 他说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 他肚子非常的饿 他已经失业了好几个月 他可不可以来教会 有点东西给他吃 我心想 是不是我们带你的饭 太香了飘到楼上去 但是那是吃饭的时间 所以我就想说好啊 那我就想说 淡衣礼还有没有饭 结果他们跟我说 淡衣礼的饭 当天都卖光了 所以我跟师母就在那边 想说怎么办 后来我就赶紧 拿出两百块钱给他 我说不如这样子 那么教会的饭已经吃完了 你要不要到Seven去 你自己买个便当吃 我就拿个两百块钱给他 然后他就很感动 红着眼眶说 我们都不认识 他当然不知道我是牧师 他说我们都不认识 谢谢你 然后给我两百块钱 然后他就 我说没关系 你就去找个Seven 你去吃好了 他突然又回头问我说 这里哪里有吃卤肉饭 我想说 我也不记得这里 哪里有卤肉饭 但是这个事情 我就看他从黑暗中就这样 穿着乙鱼 就消失在黑暗当中 昨天早上我起来祷告的时候 我突然就想到 这个中年的男人 在黑暗中消失在雨中的光景 我心里第一个我吓一跳 我想会不会耶稣来测试我 还好我给他两百块钱吃饭 这是我第一个祷告中的反应 可是第二个反应就是 他昨天晚上吃了一顿 今天他下一顿到底在哪里呢 现在这个人到底跑去的哪里呢 心里就有很多的惆怅想说 我是不是应该可以做一点什么事情 我心里就这样想 那么你看到一个中年男人失业的绝望 在教会来要一口饭吃 是很让人心酸的 昨天早晨的时候 我又看到一个 也是人伦的一个悲剧 我就看到有一个医生 一家三口自杀 而且是在心殿的医生 你知道一是心殿的医生 我就开始关心了 因为我在心殿待很久 我想这个人会不会是我认识的人 我就赶快点进去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么后来看到心殿的这位医生 他是因为做房地产的投资 那么因为资金周转不灵 然后又有黑道的关系 又有海外的什么房地产投资 我不晓得 总而言之他没有钱 地下钱庄也找他 那么然后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最后他自己是医生 他调了毒药还是怎样 有三碗药 那么他自己喝了 他的妻子喝了 他的小女孩也喝了 所以一家三口就这样致敬 在自己的家里 是一个医生的家庭 在心殿的一个医生 我看了非常的心酸 那么当然这个医生我不认识 但是我就看了这个故事 其实某种程度 在整个大城市里面 台北这个城市里 很多时候也是像这个 撒玛利亚城一样 里面因为有各样的环境的缘故 许多人在绝望当中 每天看到有人烧炭的 有人自杀的 有人失业 长期失业的 其实就像这里所描述的 撒玛利亚城一样 是一个充满绝望 而且里面有很多悲剧的城市 这个王 他看到这些的悲剧 圣经说他就撕裂了外袍 他非常的伤痛 可是他并不是悔改 他反而是跟这个妇人说 耶和华不帮助你 我怎么帮助你呢 是从何场 是从酒诈呢 王的意思是说 不是我不帮助你 是神不帮助你 你不要怪我 你要怪就怪神 我怎么帮助你呢 何场也空了 酒驾也空了 我怎么帮助你呢 不是我不帮助你 是耶和华不帮助你 所以你不要怪我 说我这个王 你要怪就怪神 是他害你的 他撕裂了外袍 可是他却怪罪神 那么怪罪神之后呢 他很气 他身里充满了苦毒 气得愤怒 所以他要去杀谁 要去杀以利沙 因为以利沙是耶和华的先知 这个经济不景 需要来杀牧师 因为牧师是服侍神的 我今日若容 这个以利沙的头 扔在他头上 愿神重重地降发于我 他里面充满了苦毒 他里面对神充满了愤怒 他对神的仆人 也充满了愤怒 所以他说 这说的绝望 要怪罪谁 怪罪神 要怪罪人 他里面充满苦奴跟愤怒 其实 这个王 他问错了一个问题 他应该问的问题是 为什么以色列 过去是这样 是这样蒙神祝福的国家 为什么今天沦落到连两身鸽子粪都要卖五两银子这样的光景 为什么沦落到这个国家里面 把自己的儿子都饿到煮来吃这样悲惨的人伦的悲剧 这个王应该要问的是 为什么一个富强的以色列国家 沦落到这个地步 而不是怪罪神 所以他跟以利沙讲说 耶和华神 降祸于我 我何必再仰望他呢 他认为 所有的灾祸都是从神来的 这这样 我何必仰望他呢 他对神有很多的负面 有很多的苦毒 其实耶和华不是降祸的神 灾祸不是从神来的 灾祸是从人的骄傲 是从来的悖逆 是从人的不信来的 所以以利沙回答他 以利沙说 这个灾祸不是从神来的 神是赐福的神 所以以利沙说 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如此说 明日约到这个时候 撒玛利亚城门口 一溪亚溪灭 要卖淫 以色可乐 哇 24小时之内 神要翻转撒玛利亚城 昨天早上 那么这个两公升的 两升鸽子粪要卖五两银子 然后呢 一个驴头卖八十两银子 我告诉你 明天这个时候 我告诉你 一溪亚溪面 才卖一色克勒银子 一溪亚溪面 是一个人一个礼拜的量 大概七点五加仑的面粉 也就是说 昨天物价高得顶天 因为缺乏嘛 今天要多到暴跌 一溪亚溪面 可以吃一个礼拜 才多少 一色克勒银子 西亚大卖 也才卖一色克勒银子 24小时之前 两分鸽子 两升鸽子份卖多少 五两 你觉得可能吗 也就是说 昨天面包 一片面包 可能卖一千块钱 今天早上 今天同时间 面包 一片面包 卖一块钱 因为多到不行了 你相信吗 很多人不相信 因为他觉得说 不可能 所以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知道 神的话语是有权柄的 神说要在24小时之内 翻转你的人生 但是那个 君长就不相信 君长不相信说 不可能的 即便耶和华使天 开了窗户 也不能有这事情 这个君长头脑很大 这个君长很理性 他用一种否定的信心 一种否定的信心 说不可能 你知道今天很多的人 也有一些否定的信心 神说 我要祝福你的人生 神我要祝福你的 儿女子到千代 我要祝福你的工作 祝福你的健康 祝福你的事业 很多人就很奇怪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看现在的景气也知道 现在的环境这么差也知道 是不可能的 下个礼拜 神要祝福你 祝福你的业绩 祝福你的订单 哎呀牧师啊 不可能的啦 现在景气这么差 怎么可能呢 不可能 这叫否定的信心 你知道环利亚不是这样 天使对环利亚说 你要怀孕生子 这个儿子要取名叫耶稣 环利亚说 我没有结婚 没有出家 怎么可能有这事呢 但他在心里面 反复思想 他说愿神的旨意 恒就在我们的中间 你知道有一些人 他的脑袋里面 要用自己的理性 去限制神的话语 所以他就脑袋里 充满着那种否定的思想 神要祝福你 他说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以撒怎么说 以撒说 你必亲眼看见 却不得吃 那些不相信神应许的人 不相信神话语的人 你必亲眼看见 可是你却不得吃 神不能够使用一些负面信心的人 神不能够使用那些否定信心的人 即便你是王 即便你是君长 如果你脑袋里面都是负面的思想 脑袋里面都是否定的信心 不是肯定的信心 是否定的信心 每件事情都说不可能 不相信 不可能 用自己的理性 来限制神的工作 神不能使用你 神也不能祝福你 所以神就祝福了谁 神就祝福了城门口的 四个长大麻疯的人 神不能使用王 因为他基本上充满苦毒跟抱怨 神也不能使用那个君长 即使他们听见神的话 他们也不能使用他 因为脑袋里都是否定的信心 但是神使用了在城门口的四个长大麻疯的 你知道一个长大麻疯的 就是一个被社会隔绝的人 他不能够住在城里面 他必须被隔离到城门外 他必须住在城门口 他是被隔绝的人 当一个人长了大麻疯 他的人生等于宣判的绝望一样 他是羞耻的 他是被隔离的 他是不羡洁的 他这一辈子都是一个羞耻的记号 所以这群大麻疯的人被隔绝在城门外 但是即使是长大麻疯的 面对城里面有饥荒 城外面有亚兰的军队 他仍然是想活 我告诉你 长得多丑也想活 你知道吗 长得多笨也想活 就算长大麻疯也想要活下去 人都想要活 所以他说什么呢 那四个长大麻疯的彼此说 我们坐在这里等死 因为里面有饥药 外面有军队 在等死吗 我们如果说我们进城去吧 有用吗 城里面有饥荒 还是死啊 那么坐在这里不动呢 什么都不做呢 坐在这里不动呢 也是死啊 你知道 当一个人到完全无路可走的时候 常常会激发创意 你知道吗 他又做了一个非常有创意的方式 不如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 反正在这里坐着不动也是死 进城也是死 不如我们去投降 投降的话 搞不好 人家看我们长大麻疯的可怜 留我们活命 我们还可以活下来 长大麻疯还是想活 但是如果他们不让我们活 把我们杀了呢 那还是死嘛 反正最坏还是什么 还是死 不如怎样 不如就放手一搏 我就去投降吧 就不管了 我就投降吧 他就宁可放手一搏 他就去投降了 我28岁的时候 我向神投降 其实我28岁的人生 我就看到我人生的界限 好像已经到底了 你知道到28岁 我到台北工作 在这个大城市里面 工作能力也不足 人也长得不好 也没有什么家事的背景 四处都碰壁 所以觉得很辛苦 觉得我的人生 好像到此为止了 我也看不见 人生有什么指望 对自己没有信心 对未来也失去盼望 所以每天就分事计数 想要找人拼命 小的找人同归于尽 骑摩车乱骑人家骂我 瞪我一眼就跟人家拼命 过这种日子 每天打牌喝酒乱七八糟 所以生命其实没有盼望 但是就在这个时刻的时候 其实我大学同学来跟我传福音 我大学同学跟我传福音说 郑华你想要信耶稣 耶稣可以改变你的人生 我说我超想要改变我的人生的 我是客家人 我是苗栗客家人 我是长子 我是长孙 我们家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 可是那个时候我豁出去 我想说我二十八岁 我好歹活到六七十岁吧 为了还有四十年五十年我不知道 但是我的人生好像在这里 已经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二十八岁就是我的界限 我坐在这里等死 我回去继续拜我那个神吗 我已经拜了二十八年 拜了二十八年 再拜十年有没有用 都拜了二十八年没有改变 越拜越没有盼望 我要继续拜吗 我回头走原来的路 如果不改变路 我继续这样走 也是死路一条 我在这里不动也是死路 我去过以前的路也是死路 虽然我是客家人 我是长子 我是长孙 有很多很多的压力在后面 可是当我的同学说 耶稣可以改变你 我想我什么都信过了 就是没有信耶稣 我赌场也去了 钱庄也去了 乱七八糟地方也去了 都去了都去了 教会没去过 我还怕 我的赌场都去了 还怕教会吗 很多人很奇怪 什么地方都敢去 要他来教会 我不敢去 很奇怪 你知道吗 这很奇怪 什么地方都敢去 教会不敢去 很特别 我什么地方都敢去 但是教会 这个时候没有路走了 反正我觉得 我在这里也是等死 我回头走以前的路 也是死 什么都不做 我坐在那里 还是死 现在同学告诉我说 信耶稣 耶稣可以拯救你的人生 谁怕谁啊 我还加问了一句 我说 那信耶稣可以继续喝酒打牌 这样鬼混吗 他说 没关系 先信了再说 我说 这样子 那我就信了 我就去教会 他搞不清楚 那是小事情 我就去了 来到教会 第一个先参加小组 我那时候在南京东 那个小组也蛮有意思的 环境不错 一进去 夏天去 冷气好凉 外面大热天 骑摸车跑 业务很累的事情 到傍晚的时候 冷气一吹 我就睡着了 感谢主 睡得挺好的 然后也没人叫我 到结束的时候 叫我弟兄起来起来 就问我说 有什么要带导的 带导 骑子 车子 房子 就随便乱讲 随便乱讲 那时候做业务 什么都讲 随便乱讲 讲完以后 他们认真祷告 我想说 随便讲 他们那么认真祷告 还蛮有趣的 然后结束之后 祷告完 还有茶点可以吃 茶点吃 还有水果可以吃 我还记得吃西瓜 吃得完 好舒服 教会人不错 在这里 上了一天班 在这里又有冷气 可以睡觉 醒了之后 又有茶点吃 要祷告 房子 车子 妻子 随便讲 他们很认真祷告 这地方人不错 所以我就继续来了 其实我没有打算 要信很久 我想说 不好意思 同学这样说 改变我的身边 我就拼了 我就来说 好嘛 我就来信 结果没有想到 我这一信 我后来变成牧师 真的没有想到 很多时候 我们的人生是这样 当我们的婚姻 已经来到了尽头 当我们的事业 来到了尽头 当我们的人生 来到了尽头 其实我们要向神投降 因为你留在那里 因为你留在那里 婚姻也是死 你留在那里 什么都不做 事业也是死 你留在那里 什么都不做 健康也是死 反正你回去也是死 坐在这里也是死 你何必在这里等死呢 你什么都信过 什么都拜过 你就是没有信耶稣 谁怕谁啊 我就信了 我当时就这样想 所以跟贪子是一样 跟这些大麻风是一样的 可是你知道 当你走在人生的尽头 不管是婚姻的尽头 不管是事业的尽头 是健康的尽头 当你向神投降的时候 开始了我们生命中的恩典之路 就像这四个大麻风的一样 他们就决定决定 找了事啊 在这里也是死 进去也是死 不如我们投降吧 他们讲讲 走吧 我们去投降吧 黄昏的时候 他们起来 往亚然人的银盘去了 他们去的时候 一定垂头上去的 这四个人一定垂头上去 哎呀死就死吧 一定是这样讲 反正死就死吧 反正在这里也是死 垂头上去走 可是你知道 这四个人的脚步声 这四个人往前走的脚步声 神让他变成惊天动地 神是独行歧视的神 我们的神 祂要做事情 祂是独行歧视的神 神让亚然的军队 听见大军的声音 其实没有大军 只有这个人 四个人 四个而且是什么 大麻风的 大军的声音 听到惊天动地 大军的声音 然后呢 他就让他们中间有谣言 一定有一个谣言开始产生 怎么有这么 千军万马的声音 其实没有 那是神做的 只有四个人而已 然后他说 一定是以色列人 会买了赫人 联合起 埃及人 大军来攻击我们的 谣言很可怕 军中军心动摇 真的吗 真的吗 然后其中有一个人 一定说什么 赶快跑 第一个一定有叫 赶快跑 然后有人 牛肉面煮一半就跑了 蛋糕吃一半也跑了 衣服穿一半也跑了 然后武器丢在地上 金子 银子丢在地上 通通跑了 一个人跑 一个营帐跑 说人开始 通通都跑了 全部都跑光了 我告诉你 那是同时间黄昏的时候 大概亚然的军队 前脚一走 这四个大麻风的 后脚就到 奇怪 安静 没有人 这里面 吃一半的蛋糕 饿死了 赶快吃 还有牛肉面 赶快吃 还有衣服 赶快剪 有金子 有银子 有武器 赶快搜刮了 这不能让人看见 赶快收起来 藏起来 都没有人 静悄悄 怎么搞的 出来之后 还有另外一个帐篷 再进去搜刮一下 还有蛋糕吃 还有牛肉吃 还有这个 衣服 金子 银子 赶快收刮 收刮 都没有人 静悄悄 收到一半的时候 吃得饱饱的时候 突然想到说 我们这样做不太好 今天是得好信息的日子 我们这样做不太好 你想想看 撒玛利亚城里那些人 他们连儿子都煮来吃 你看撒玛利亚城里那些人 他们现在已经绝望到这种程度 连鸽子粪都无两银子 他们都已经以为死定了 他们都不知道亚拉人跑光了 我们在这里吃香的 喝辣的 拿衣服 拿金子 拿银子 可是撒玛利亚城里面 他们都不知道 在这里有一个好消息 亚拉人已经都跑走了 而且留下衣服 金子 武器 帐篷 我们这样做不太好 天一亮 我们就有祸了 我们该赶紧去告诉城里面的人说 这个亚拉人都跑光了 这里到处都是食物 我们这样做不太好 因为今天是有好信心的日子 我们怎么可以进不作生呢 他们搜刮了两个帐篷之后 就觉得说 那我应该赶快要回城里面去 告诉城里面那些饥荒的人 我当年经历了神很大的恩典 当我向神投降 我来到教会 神开始给我恩典 我认识全新的一群朋友 又有气质的朋友 又有爱神的朋友 又有圣洁的朋友 我以前的朋友都是打牌的朋友 他借我钱 我借他钱 他喝酒完喝吐 然后我再吐 就这样吐来吐去 过那种荒唐的日子 我到教会 敬拜 赞美 唱诗 儿童主流学 超圣洁的 人生新的开始 然后神为我预备一个很棒的工作 一直想在这间公司赚钱 然后祷告 神为我成就 然后神很多的恩典给我 我的人生完全地翻转 所以我那时候好爱传福音 因为我经历过绝望的日子 就像那城门口 那四个长大麻疯的一样 觉得自己是疏离的 觉得这个在城市的里面 我们是被遗忘的 觉得我们是无足轻重的 觉得我们的失败又羞耻的 就像那个四个大麻疯的一样 可是我现在经历了神的恩典 我超爱传福音的 我到处跟人家讲福音 跟我的朋友 我的邻居 跟我住同一栋房子 全部都信耶稣了 我跟他们讲我的见证 我跟他讲 然后我鼓励他们 我说你最好的日子还没有开始 你以为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吗 你以为人生就是这样绝望 这没有盼望 每天这么痛苦 到处借钱过这种日子吗 不是的 我告诉你 你生命中最好的日子还没有开始 你要信耶稣 当你信耶稣 耶稣为你生命中打开一扇幸福的窗 从那个窗外看过去 那才是你生命中最美丽的开始 人生不是这个样子的 人生不应该这样过的 你要来信耶稣 你信耶稣之后 生命会完全地改变 耶稣可以改变你的人生 拯救你的人生 我每次讲完 他们都眼睛发亮 你知道吗 讲我的见证 我讲得很兴奋 他们就眼睛都发亮 我超喜欢看 那个没有盼望的人 讲完后眼睛发亮说 这话是真的吗 是真的吗 我说是真的 你要来教会 他们都来教会 我超兴奋 我很感谢神 所以我那时候在公司里上班 其实做经纪人 营业员 其实没有很认真 就是客户都应付好就好了 但是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祷告 传福音 你知道吗 有一天我在办公室里祷告 我说主啊 我在办公室传福音 很兴奋 就祷告 神就让我看到一个 跟我同时进公司的 跟我一样年轻的人 我们同期的 我就请他吃饭 我要跟他传福音 做见证 我说中午我请你吃饭 他说好啊 我是吃素的 我说吃素 吃素也可以啊 带我去一个吃素的地方 里面都是偶像 我还记得 就在火车站附近 我在里面跟他很努力地做见证 你要一致地 跟他讲我的见证 讲完之后他跟我说 他说这话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他说其实那时候 他已经亏空 客人的股票800万 就是那时候的云业员 其实有时候就乱搞 就是客人股票都在我们这里 就当天拿来这样子抢帽神 那以前是违法的 那我们就 他就说800万 他说他已经亏空 没有钱 他随时都可能爆发 如果客人跟他要股票 他拿不出来就会爆发 甚至可能会触犯法律 他非常的忧愁 因为我就看他很忧愁 所以我才请他吃饭 我说这样很严重不行 我带你去找牧师 我那时候不是牧师 我在信主第二年 我说我带你去找牧师 所以我就邀请他 带到教会 叫他去找牧师 牧师就在办公室里跟他谈 他谈完以后 他出来就说 牧师跟他说要赶快回家 把这件事情告诉父母 才可以解决 于是他就回家告诉父母 他后来跟我说 他说我回到家 我爸跟我说 我看你每次回到家 脸色凝重 我就知道你在台北 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事实上我心里有预备 如果你发生什么问题 我一定会帮你来解决 那么他就告诉他 他这八百万的事情 他爸爸说 其实钱我都帮你预备好了 因为我知道 看你的脸色就知道 你一定出事了 赶快把这个还清楚 然后干脆就辞职 回到台中来工作吧 赶快回家吧 所以有一天我在上班 他就来跟我辞行 他说正华我要跟你辞行 我已经辞职了 他说谢谢你传福音给我 他说那个都弄清楚了 我爸爸也帮我处理了 我觉得我不合适待在台北 所以我想我要回台中了 我很感谢神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 怎么为人家祷告 刚信主 很火热 那么他就回去了 后来他写信告诉我 他结了婚 也生了孩子 也有很好的工作 比我都还早结婚 我感谢主 你知道吗 那时候就很火热 我后来到了三十岁的时候 我跟神祷告 其实我传福音 我非常热心 我很爱做我的见证 每次我都很兴奋 兴奋到会开错车 这样子 传完福音非常兴奋 那么我就在想 其实股票涨跟跌 老实讲 我都不太会让我兴奋 随便 但是当我传福音的时候 我觉得我很兴奋 我心里常在想 像我这样的人 像我这样的人 在这个大城市里面 漂流的人 有多少 他们总以为 人生就是这样 没有盼望 没有未来 没有梦想 每天就是喝酒 打混打牌 或者就是唱歌 每天过 人生就是这样 没有盼望 没有未来 像我这样的年轻人 有多少 在这个城市里面 他们都不知道 耶稣可以拯救 他们的人生 他们都不知道 耶稣要改变他们的人 他们只要相信 都可以改变 有多少人是不知道的 我要去告诉他 我要去告诉他们 就像我要去告诉 那撒玛利亚城里 那几多饥荒的人 告诉他 你只要往前走一步 你只要向神投降 那里有吃不尽的食物 有拿不完的衣服 有金子 有银子 为你预备 他们都不知道 神预备了所有的一切 你知道我当时 就是这样祷告的 我说神 在整个城市里面 有多少多少 像我这样的年轻人 他们并不知道 生命有一个出路 就是信耶稣这条出路 相信就会带来改变 神可以拯救我们的人生 我要去告诉他们 所以我决定要成为传道人 这是很主要的原因 许多年后 我开拓江子 脆心道鬼 我们教会是从色情开始 一开始 神给我们很多的色情 跟我一样的色情 很多跟我一样的色情 来到教会 教会开始复兴而成长 常常在研讨会 或者特会 有人就要问我一个问题 他们说 我是做色情起家的 然后说 为什么你的色情做得这么好 你们秘诀是什么 我不知道 他每次问我说 色情怎么做 怎么成长 我也不知道 所以问多了 我也很困惑 所以有一天 我就去问神 说神啊 来问我 说我们色情成长得很好 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说我真的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问神祷告 有一次我这样跟神祷告 我觉得 在我心里的答案是这样 因为我自己就是 28岁色情信主的 我对色情传福音 我非常有热情 我觉得 我们跟他们讲 我色情的故事 我觉得 能够贴近他们的心 色情刚刚毕业 除了社会 来到台北 就是工作的问题 婚姻的问题 就这些问题跟压力 还有住的问题 租房子 租个小房子 就是这样 那种流离的感觉 我是懂的 那种没有盼望的感觉 我是懂的 那个在大城市里面 那种疏离的感觉 寂寞孤单的感觉 我是懂的 我懂他们 因为我就是这样信主 我要去告诉他们 我后来想 所以神把很多的色情给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某种程度 在这个大台北地区里面 就像那撒玛利亚城里面一样 每一天 在我们周遭 有很多人伦的悲剧在那里发生 每一天在这个城市里 有许多绝望的人 跟你我一样的人 在那里流离 在那里流动 没有人告诉他们 其实生命是可以改变的 没有人告诉他们 其实你不必过这样的日子 耶稣可以改变你的人生的 我们要去告诉他们 我们默不作声是不好的 阿们 所以他们就回去告诉他们 最后要分享 施灵的故事 又是包子的故事 上礼拜上海的弟兄来找我 他说想看我们的主日学 但是这里的主日学太庞大了 刚好我去新庄讲到 新庄的规模比较合适 他们在上海的规模 所以他就说 去新庄看我们的主日学 同时可以听我讲道 所以我们就到了新庄 结果结束之后 我带他们回来 在车上他就说 哇不是 哇你们主日学做得超棒的 看到你们主日学 为什么这么多弟兄啊 弟兄在主日学服饰超宝贵的 第二个有一个童工 叫做包子的 叫做赏门之大的 然后那个之热情的 然后呢 这个非常的热情 然后非常爱这些小孩 一直讲赏门好大好热情 哇充满了活力 牧师你怎么训练出这么棒的童工啊 这让人很感动耶 跟我讲这个包子的事情 当天他负责当天的主日学 我就说 哦这样子 那我就跟他讲 让我告诉你这个施灵的故事 你看到他又活泼又热情 生命赏门又大 看起来健康又亮丽 我要告诉你 其实包子原来不是这样的 我就跟他分享包子的故事 我说施灵其实成长在一个 爸爸是一个常年赌博的爸爸 到处赌博也欠宅 妈妈是一个有躁郁症 躁郁症 而且常常心情压力很大的时候就割完 要不然就去撞墙壁 来疏解自己的压力 所以施灵说他成长的过程 他也有这种倾向 当他压力很大的时候 他就割完 那么压力很大的时候 他就去撞墙 他就用这种方式来处理他的压力 更不幸的是 他13岁的时候被诊断出来有血癌 所以他经常会突然之间就昏迷了 他必要送到医院去输血 他需要去打化疗 他13岁的时候就开始打化疗 血癌 常常昏迷 常常输血 一天要吃20几颗的药 很多时候吃泪孤唇 吃着整个脸肿起来 所以他们叫他包子的原因是在这里 那么很悲惨的是 之后他又被诊断出来 他有多发性的关节炎 他的手是痊虚的 越来越严重 脚也开始是变形 所以医生当场就宣告说 你的人生的下半场 会在轮椅上度过 因为这个病没得移 你要越来越严重 所以又是血癌 又是要坐在轮椅上 身体开始全曲 手开始扭曲 所以他就到处去拜 爸爸妈妈带着他到处拜 他跟着一个修行的师父到处拜 拜到结果 后来他发现 那个修行的师父 发现他有灵媒 他的身上是通灵的体质 他可以让鬼附在他的身上 所以他可以做法事 他可以做法事 因此你知道 他就开始跟着这个师父 到处去做法事 到处去做法事 所以每一次鬼附在他身上 做法事 然后鬼离开之后 他就全身虚脱 他的身体就越来越虚弱 我第一次看到司灵的时候 是在教会的餐厅的角落里面 第一次看见他 他那时候坐在餐厅的一个角落里面 手就是这样全曲的 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怎么看到一个这么厚苦的女孩 脸是黑的 她头发也乱乱的 然后手是这样全曲的 我印象是那个手是这样全曲的 所以看了就很心疼 所以就问他说 姐妹你叫什么名字 什么时候来的 他就跟我说 牧师她有这个病 那个病 然后她的状况 就是手会这样 会痛 我对她印象非常的深刻 那么她怎么来教会的呢 她来到教会 是因为她当时高三毕业了 高中毕业的 她的老师就邀请她 一起来做特教的工作 来帮助她在学校里 所以司灵都在学校里 跟着这个老师做特教的工作 这个老师是个基督徒老师 所以办公室里会有诗歌 所以听到诗歌她会感动 所以老师就跟她传福音 邀请她来教会 但司灵觉得 她是一个灵媒 就是基统 而且她是到处都拜的人 她怎么可能去信耶稣呢 对她来讲包袱太大 她就说不可能 就拒绝也抵挡信耶稣 可是当日子过下去 她不仅身上有病 然后家里的问题 而且她开始负债 她有一些债务的问题开始产生 所以她到一个节骨院 她过不下去了 所以她想要自杀 她想要自杀 当她想要自杀的时候 她听见一个声音 她说她要自杀的时候 她听见一个声音 教会可以改变你的人生 她听到一个声音告诉她说 教会可以改变你的人生 所以于是她就向神投降 在那一刻里面 她决定向神投降 她告诉她的老师说 老师 教会如果可以改变我的人生 请你带我去教会 所以于是她就来到了我们的教会 她说她第一次来到教会 听到诗歌的时候 她哭得乱七八糟 哭得稀里哗啦的 然后就决定尾声在教会里面 我第一次遇见她就是在餐厅 我对她印象深刻 很少看到这么丑苦的 像一个女孩 那个手是这样弯曲的 我印象深刻 但是她来到教会没有多久 没有多久 我就忘了 因为我也盲色轻 也不是我负责的 所以过一段时间 我又看到她在原来的位置 原来的位置坐在那里 这一次不一样 我看到她脸上有光 我觉得她脸上有光 你知道吗 我心里有一个预感 我觉得 失灵会不会谈恋爱了 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光你知道吗 女人谈恋爱 看得出来那个脸的 所以谁谈恋爱我一看就知道 这个丽妃也知道 比我更厉害 你知道一看 这个女人一谈恋爱 这脸就有光 我心里很纳闷 她怎么可能谈恋爱呢 但是我就要去问丽牧师 我说丽牧师 丽琳是不是谈恋爱了 她说 哦 是啊 那个启明 启明我知道 那时候成根都有来 启明在追求她 他们正在交往当中 我说哇 这神是神机 这也要让她启明弄清楚 所以我就碰到启明 问启明说 启明你在跟包子交往 他说是啊 我说你知道她有血癌吗 他说我知道啊 你知道她有这个病吗 那个肋关节炎 全身球 下半身可能会坐在轮椅上 你知道吗 他说我知道啊 我带她去化疗的 我带她去打针的 我带她去人爱医院打针 摩托师带她去打针的 我听得超感动的 你知道吗 所以说她来成根 就问她说去哪里 我要带士林去打针 去人爱医院打针 超感动的 我说哇 这启明 哇 这男人了不起 我佩服你 你知道吗 真的这样爱一样的姐妹 是蛮感动的 爱情的力量很伟大 过一段时间 我看包子的脸越来越亮 然后有一次我看到 手进来没有弯曲了 我说你手怎么样怎么样 越来越好 他说是啊 神医治我 再过一段时间 启明常带她去打针 去人爱医院打化疗 打针 我看她越来越好 有一天他进来跟我说 牧师我跟你说 我的血癌得到完全的医治了 哈利路亚 赞美主 Amen 过一段时间说 她的关节炎 也得到完全的医治了 哈利路亚 她说一天要吃二十几颗药的 现在一天只吃两颗 然后后来就跟他们结婚 看一下他们结婚照 哇 完全看不出来 跟我第一次遇见她的时候 坐在那个餐厅角落 哇 差别太大 你看启明 启明现在也生命改变 身材也改变 启明大概胖了快一个人 你现在看到启明 大概刚刚好 原来肿了一个人 加一个人就对了 哇 幸福到爆表 你知道吗 哇 不可思议 然后我就告诉 告诉上海的童工说 刚才讲包子的故事 他们太惊讶了 他说 啊 怎么可能 我看见 我看见他是一个健康 赏门很大 而且非常热情 而且非常爱服侍的一位姐妹 哇 我不知道 他背后有这么大的故事 他不可思议 神真的是太伟大了 包子短短的时间信主 他还清他所有的债务 然后神为他预备的起名 非常爱他的弟兄 之后他血癌完全得到医治 之后他身体的全区 的关节眼全部得到医治 然后脸开始发亮 然后他现在说 他每个星期最快乐的事情 就是能够在儿童主流学里面 服侍那群的孩子 哇 赏门超大的 又超会演戏的 又超活泼的 哇 充满的才华 你知道吗 然后他家里还有天使面包店 每个礼拜最开心 就是星期六 他可以带六个小孩 在他家里的天使面包店 你知道从我第一次遇见他在餐厅 这是让我印象深刻 那个非常灰暗的小女孩 那手是这样子在那里 非常痛苦的那个小女孩 一直到现在 他结婚 他服侍 他还亲债务 癌症得到医治 全身都可以升职 然后可以开始服侍 今年夏天 他还跑到日本去做 日本的儿童主流学的宣教 更不可思议的是 今年他爸爸也信主了 他妈妈也信主了 哈利路亚 然后我问有一些信徒的人 我说你是谁 你怎么来叫 他说我是包子的国中同学 我说难怪你要信耶稣 你最认识他 你还不信耶稣 包子他最认识国中同学 有一次我问到 国中同学 我说我看到包子的改变 我信耶稣啦 是啊 那当然信耶稣啊 改变是这么大的改变 他是神做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神能够拯救我们的人生 在这个大城市里面 有像我这样的人 在这个城市里绝望的漂流 在这个大城市里面 也有像包子这样的人 身上有疾病 原生家庭很痛苦 然后对未来没有盼望 甚至还被鬼附 然后你看他全身是这样悲惨 一天要吃二十几颗药的年轻人 在这个城市里面移动 谁去告诉他们福音的好消息 神为他预备了他的高中老师 穿福音给他 神为我预备了我大学的同学 把福音给我们 当我们向神投降 神预备了生命中的一切 就像失礼一样 神为他预备的医治 神为他预备的工作 神为他预备的丈夫 神为他预备的服饰 他现在每天快乐地活得跟小鸟一样 最近他身体检查回来 他身体完全健康 Hallelujah 我们一同起立 我们来祷告 在这个故事里有三种人 第一个是王 这个王 面对人生的悲剧 跟一些人伦的惨剧 他非常痛苦 他撕裂了衣服 但是他怪罪神 他说神是降灾祸的神 一切都怪神 他不仅怪神 他想要杀掉以利沙 他也怪人 他里面充满了苦毒跟愤怒 你知道也有这样的人 也有这样的人 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怪神 股票跌也怪神 车子被脱掉也怪神 任务上踩到狗屎也怪神 很不容易今天下定决心 要来主力崇拜 又下雨 下雨要怪神 你知道吗 刚开脱交友跟年轻人很有意思 他受了喜 一个礼拜就不见了 后来我去了解 这怎么不见了呢 我说这人不见了 他说牧师 那个人他受了喜 第二天 他下礼拜来坐礼拜 新的摩托车放在门口被刮了 他觉得神为什么允许他的摩托车被刮 他就不来教会了 这个人在哪里我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就像王这样的人 每件事情都怪神 每件事都怪神 里面充满了苦毒跟愤怒 像王 虽然是王 神不能使用他 他也错过了神的祝福 第二个是那个君长 这个君长 最后这四个大麻疯的 回到撒玛利亚城里面 告诉所有的人说 亚兰人都已经走了 起初他们不信 有人说那派五匹马去看看 最后的五匹马去看看 真的 一看 果然整个亚兰人全部都跑了 留下了食物 留下了金子 留下了银子 留下了所有的粮食 说一切都在那里 都跑了 后来说 真的真的 那四个大麻疯讲的是真的 你知道 大家都饿了不知道多久 连鸽子粪都可能要拿来吃了 饿到儿子都煮来吃了 一听见这个事情 全城的人通通冲出去 你知道 这个君长 在这个时刻 还想要阻挡 还要镇压这些的百姓 结果就被那些抢粮食的人 给踩死了 像依沙所说的一样 他亲眼看见 他却怎么样 他却吃不到 他最后被踩死 他要镇压神的恩典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有一些人就是 就是很多否定的信息 人家说神要祝福你 他说不用 人家说神要祝福这孩子 我看他的成绩 哪有可能 人家说 上天要祝福你 下个月还有很棒的订单 不可能 牧师你看现在景气怎么可能 就算耶和华打开窗户 也不可能了 你知道吗 否定的信息 否定的信息的背后 其实是骄傲 觉得说我比神还厉害 否定的信息背后是背逆 觉得说 我说不可能就是什么 不可能 就算是神也不可能 我要告诉你 否定的信息 最后让我们看得见 我们也吃不到 你会看见别人身上的恩典 甚至你还去否定那些恩典 最后你在恩典中 你就堕落了 有些华人很特别 有一次一个老外朋友这样说 他说华人很特别 华人说 你有看到姐妹说 哇 你好漂亮 You are beautiful 你好漂亮 华人就说 哪里 哪里 牧师 会有会有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哪里 他说洋人不会这样 我们说 You are beautiful 他会说什么 Thank you 但是华人会说 会有会有 哪里 哪里 你知道吗 这很奇怪 你知道吗 就是有一种否定的思想 人家说我们神要祝福你 Thank you 神要祝福你的业绩订单会很好 Hallelujah 人家说神一定会祝福你 用肯定的信心来接纳 我常常看我孩子为他们祷告 神要祝福我 只到哪里 千代 因为敬畏耶和华的人 神赐福他的孩子 只带什么 千代 我要说阿妹 Hallelujah 孝顺父母的人敬畏神的得以长寿 我要说什么 阿妹 阿妹 耶稣在十字架上 因祂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到医治 因祂受着刑罚我们可以得到平安 我们要说阿妹 因着耶稣的贫穷我们可以变成富足 我们要说阿妹 耶稣是道路 是真理 是生命 祂会平静风浪 我们要说阿妹 不要用现实的环境去否定神的话语 我们越是在负面的环境里 是 环境很负面 是不可能的 一个驴头要卖八十两 一个鸽子分 两身鸽子分要卖五两 神说明天这个时候 那个戏面要卖一两银子 你要说阿妹 虽然我不知道神怎么拯救我们 虽然我不知道神怎么做 我不知道 就像我当年一样 我当年他们问我说要不要信耶稣 同学问我信耶稣 耶稣可以改变人生 我超想改变的 怎么改变 相信就可以改变 要怎么信 信就是信 你知道吗 其实我没有打算信很久 那个时候 那时候就皮皮的信就信 谁怕谁 你知道吗 就豪气 你知道吗 去教会 去 我不怕你 去 心里鼓起勇气 去 你知道吗 哪里想到后面 我会变成不实 我哪里知道 神在我一生中为我预备 这么好的妻子 这么好的女儿 这么好的教会 这么好的童工 这么好的朋友 我哪里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 我当时真的是糊里糊涂 我就说 你可以改变我的人生 我愿意信 反正我什么都信过了 就剩下耶稣还没有信 我不怕 我就信 虽然我是客家人 又长子又长孙 管他的 拼了 反正留在这里也是等死 我就信了 包子一样 包子一样 哎呀 路着了 想要自杀了 圣灵对他说 教会可以一直改变你的生命 改变你的人生 他向神投降了 他再也挣扎不下去了 高中老师说 老师带我来教会 他曾经是抵挡神的 他来到教会 好像那长大麻疯的一样 来到亚兰人的营帐里 神为他预备的金子 银子 衣服 还为他预备的丈夫 神改变了他生命所有的道路 都是神预备的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什么都信 你还怕信耶稣吗 如果人生来到一个光景 我们向神投降 而不是用我们的理性 说不可能 不要有否定的思想 神要拯救你的人生 神要医治你的人生 神要改变你的人生 你问我说 神要怎么做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一件事情 耶稣是道路 是真理 是生命 阿们 第三个是长大麻疯 四个大麻疯的 你知道人再可怜也想活 我能够明白 他们是很卑贱的人 是被社会隔离的人 是不可以住在城里面的人 是被赶到城门外的人 是大家看他们 好像细菌一样 会传染的人 他们没有盼望 没有未来 他们很卑贱 可是他们还是想活 你知道我也是这样 人是没有盼望 我还是想活 我想要活下去 但我知道留在这里 就必死无疑 我知道再继续拜下去 也没有盼望 能不能告诉我 可以信耶稣 我就向前走一步 说管他的 我就拼了 我就信了 再怎么卑贱 也想要活下去 某种程度来看 这四个长大麻疯的 比那个王更正面积极 比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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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长更正面积极 他们想要活 虽然很绝望 他们想要活 他们愿意向神投降 神为他们预备了一切 不管你生命中 过去曾经经历了什么 不管你的人生 是不是来到一个尽头 你可能觉得 你是最不值得拯救的 哎呀 神这么伟大 在这个大台北地区 神要拯救的人 一是那些有头有脸的人 神不会拯救我的 我告诉你 你不要这样想 你知道神没有使用王 神没有使用那个军长 神使用那四个长大麻疯的 拯救了整个撒玛利亚的城市 Amen 神要医治你 神要使用你 你想活 不要在那里等死 向神投降 每个人闭上我们的眼睛 每个人闭上我们的眼睛 今天早上我要一个邀请 我知道每个人都想活 我知道没有人愿意坐在那里等死 我不知道你的婚姻是不是来到尽头 我不知道你的人生 你的事业或者健康来到尽头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在这个大城市里面 有许许多多漂流的人 绝望的人 有很多人伦的惨剧 每一天都在发生 但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当你愿意向神投降 走到尽头 愿意忘记过去 努力面前说 主啊我愿意相信的时候 你会看到 神为你预备了一条恩典的路 丰盛的路 医治的路 就像我经历过的一切 就像包子所经历的 还有好多好多的故事 可以告诉你 当你相信神 神要拯救你的人生 每个人闭上眼睛 你可能觉得自己很卑贱 神不会看见你 但我要告诉你 就像那四个大麻风的一样 一个人再怎么卑贱 再怎么绝望 你想要活 神都看见了 神来就是要拯救 拯救世上的人 每个人闭上眼睛 我数到三的时候 所有还没有受洗 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 我要邀请你 如果你愿意 把你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 如果你愿意 把你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 向神投降的人 我数到三 还没有受洗的人 还没有觉知的人 我数到三 你要把手举起来 我数到三 你要把手举起来 一 二 三 把手举起来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 谢谢主 我看见了有一位 有两位 有三位 有四位 有五位 还有没有朋友 六位 七位 有八位 这边还有没有九位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把手举起来 我一起拍手把荣耀归给神 好吗 一起拍手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好吗 谢谢主 我看过超过有十位的朋友 在神的面前觉知 谢谢主 你们是有勇气的 神会为你们预备丰盛的人生 好不好 我们把手放在我们的心上 我们来祷告 我们很真诚的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感谢祢 祢拣选了我 如同这四个大麻疯的 如同这四个大麻疯的 在我人生的尽头 在我人生的尽头 我愿意向祢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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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祢承认 向祢承认 我是一个罪人 我是一个罪人 主啊 主啊 求祢拯救我的人生 求祢拯救我的人生 医治我的疾病 医治我的疾病 恢复我的荣耀 恢复我的荣耀 求祢祝福我 求祢祝福我 我愿意 我愿意 承认耶稣基督 是独一的救助 祂能够拯救我的人生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祂名是耶稣 祂名是耶稣 代代赞美主耶稣 称颂主圣名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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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 神从主圣灵 阿弥是耶稣 阿弥是耶稣 用我的全心和全意 敬拜主圣灵 十月到十二月 使我马上要进入到圣诞的季节 使我们安德烈行动的开始 我们要去探访许许多多 我们所关心的人 圣诞的季节是爱跟分享的季节 我们所经历的恩典 我们默不作声是不好的 我们经历过这么奇妙的恩典 默不作声是不好的 让我们关心我们的灵神 去关心坐在我们办公室对面的同事 去关心那些看到看起来很忧愁 很忧伤的人 让我们伸出援手 请他们喝杯咖啡 给他们一张卡片 有一个时间 坐下来可以分享你自己生命的故事 邀请他来教会 就像包子的老师所做的 你知道我喜欢做我的见证 我知道我做我的见证 你们听都听你了 很多人像陈希弘有一次 我做完见证他跟我说 牧师你的见证都讲了一百遍了 你一讲我都听了 我跟你们说我做见证不是为你们 是为我自己一样 我喜欢讲我的见证 那是我自己跟神相遇的故事 每一次讲我自己跟神相遇的故事 我能够回到当年 我在十字路口 人生有多么的绝望 我了解那四个大麻风的感觉 被隔离在主流的社群以外 是这样的疏离 人们看到他们好像看到瘟疫一样 我们是失败的 我们是羞耻的 我们是被拒绝的 我们是能力不足的 没有人在乎我们的 台北市 大台北市就像撒玛利亚城一样 每一天看网络看报纸 每一天都有一些人伦的悲剧 就像我这两天所遇见的一样 谁去告诉他们生命的盼望呢 谁去告诉这些绝望的人呢 我们闭口不说 默不作声是不好的 你可以请他吃饭 你可以带他出去玩 你可以陪他看电影 但是你一定要把耶稣给他 因为耶稣才是他生命中的拯救 很多时候我们担心说 他完全没有希望 谁是有希望的 当我们的婚姻走到尽头 当我们的人生走到尽头 当我们的健康走到尽头 谁是有希望的 你不要管耶稣怎么做 耶稣自己知道怎么做 不要限制神的工作 当神说 神要翻转你的人生 你要说阿们 要用肯定的信心去相信 不是用否定的信心 不要证明自己比神还厉害 神都说话了 神的应许 在基督耶稣里都是阿们的 不要用你的理性 用你的经验 用负面的例子 去否定神的话语 你不是神 不要限定神的工作 要用肯定的信心去传福音 神会负责的 Amen 神会负责的 我们会看到神 在我们生命中开启的恩典之路 我要鼓励你 在这圣诞的季节里 是最好分享见证的机会 去找你的同事 去找你的朋友 去找你所关心的人 他并不像你所想象的这么好 很多时候表面上都很好 在大城市里面 其实内心是非常孤寂的 告诉他你生命的故事 带他来教会 邀请他来小主 莫不做生是不好的 让我们成为一个传扬好消息的人 Amen Amen 我们来祷告好吗 为自己来祷告 为自己来祷告 求上帝帮助我们 为你所爱的人祷告 为你所关心的人来祷告 让我们成为一个传扬好消息的人 一二三同声的开口祷告 耶稣我们向你祷告 姓由于祷告 祂要用的 主啊 那我们做生是不好的 当我们得着了领域 当我们活在恩典当中 或讽今天成了何等的领域 是蒙了神的恩子的领域 主啊 祂在恩典何等的厂迫高生 主啊 让我们去传扬好消息 主啊 让这个大台北云群 在这个城市里面 有许多绝望的人 就像撒马利亚成一样 主啊 让我们心里 主啊 这次渴望 主啊 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分享 这些盼望的信息 这些肯定的信息 这些生命的信息 耶稣祢是我们的救救 耶稣祢能够拯救我们的人生 主啊祢是拯救我们人生的救 为他许多婚姻走到尽头的 为他许多事业走到尽头的 为许多人生走到尽头的 神灵啊 求祢帮助我们 主啊 让我们生命充满在我们的身上 主啊 帮助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传扬好消息的人 主啊 让我们不是磨不作伤 主啊 十月到十二天 借助我们的安德烈行动 主啊 让我们伸出温暖的手 主啊 让我们去帮助 去告诉这个城市 许许多多没有路走的人 他们的人生不应该是如此的 他们的人生有更美的选择 他们的人生上帝可以为他们 开一上幸福的窗 上帝我们向你来祷告 主啊 求你自己赐福在他们的身上 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赞免你的名字 谢谢主的恩典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主啊亮眼儿 啊大师吧 祝奉 man我既有很多 당신 带怎么了 祝奉的那些